好 我来要改善部落的新风貌秀林乡民代表邱惠英 向乡公所争取入口意向 美化社区墙面以及水沟改善工程 三年多来的争取工程也陆续完成 也让部落成为最具特色的地方 同时也改善族人们的生活品质 秀林乡民代表邱惠英表示 商店之后想要做的就是地方建设 希望能够留给下一代有个舒适美丽的部落 商店之后争取的部落入口意向和墙面美化改善 以及水沟改善工程等等 为了就让大家改善族人们的生活品质 商店三年多来 入口意向和墙面美化工程已经陆续完工了 不管是游客还是花园乡亲来到水源部落 一路眼里就可以看到泰鲁格子的图腾 和部落早期祖先的生活情境 可以说是富有丰富的文化遗憾 提出的建设就是路口意向 以及我们各部落的墙面美化图腾 以及各环境的清沟清淤 让水流通 以免滋生登革热之类的传染疾病 那在于我们部落的美化观念 我们各代表也都很极力的去提倡各个部落的一些环境的美化 让我们的小朋友以及村民在一个优良的环境下 可以提高自己的生活素质 就可以表示水源部落三名水秀 住在这里的泰鲁格子的主人们 可以说是相当幸福 好山好水好人情 可以说是水源部落的特色 而这次争取地方建设 改善部落的生活品质 同时也呈现了当地的人文遗憾 这种医求相不老